经常看中医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药方子里总看到猪乳党参 人参 黄旗 山药 白猪之类的药 这些药和普通的感冒药一样常用吗 是的 它们比感冒药更常用 功效也很好 因为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功效 就是补气 医生也会把气挂在嘴边 比如气虚 气血亏虚 肝气旺 肾气虚等等 虽然有时候听不懂 但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 其实气的确是非常重要 扁确在《难经》八难中说 气者 人之根本也 根觉则今夜枯矣 气就是人的根 中医认为气伴随人的一生 人生长 发育 衰老 死亡 疾病 喜怒哀乐 表面看是身体的变化 根源确实气在波动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 我们甚至可以把人看成是一口气 这个气从胎儿就开始了 他旺盛 人就强大 他枯萎 人就萎靡 人的任何状态都与气有关 免疫力也是一样 很多人想要提高免疫而不能够 其实可以通过补气来进行 并且中医认为 补气是最快提高免疫力的方法之一 那么具体该怎么补气呢 补气有补元气 补脾气 补肺气 补心气 补生气之分 易补元气挡身 人参 黄旗 山药 白竹发高烧 做手术 生孩子 长期用抗生素等 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可以服用大补元气的人参 可以吃人参的寒片 可以泡人参茶喝 都能使身体早日复原 但用人参的时候 一多喝水 这样会吸收好 不易上火 祖方推荐 宝原汤原方出自明家境的景阅全书 由黄旗 人参 甘草 若桂组成 主要体现在补脾气 补肺气 补肺气 三个方面 字面上理解就是保住真阳 由于人参太补 常用党参代替 宝原汤 党参三克 黄旗九克 甘草三克 若桂一点五到二克 关于补气功效最齐全的当属山药 山药 胃肝 性温 乳肺 皮 肾 三斤 肺气 脾气 肾气 肾气它都能补 山药的药性平和 作用缓和 本身就是一个要时两用的好东西 所以常吃山药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 二 补心器 西洋参 红参一 西洋参二 红参加班 老泪刚开始会觉得心跳加快 严重了就会心慌气短 这是心脏病前期心气虚的表现 出现了这种情况 西洋参和红参就是首选 提前服用点补心器的身类 能避免过早的不如心脏病一族 三不脾气 白竹 山药 白扁痘 脾气虚已晚服虚胀 神脾倦带 食欲不振 大便糖蟹为助症 这样的人常常伴有胃炎 有些人含有胃下垂 脱缸或有子宫下垂等 这些都属于脾气虚的表现 补脾气的中药有白竹和山药 用这些药对脾气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如果舌胎后 也可以着重加一些白扁痘 这样既补脾气又能驱失 四 补肾气 枸杞子 涂丝子 五味子 韭菜子 肾气不足主要表现在 有腰酸 乏力 精神不佳 容易腹泻 容易腰细酸痛等 尤其在老人群体中 由于肾气不足 容易患得感冒 并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 五味子还表现在爱吃味道浓的东西 老年人小便时头部打机令 17到19点发低烧 坐着时总是不自觉地抖腿 春天手脚冰凉 倒汗等 无补肺气肝草肺气虚 主要表现在说话没力气 倒汗 失眠 心慌气短 复科病月经提前 量多量少 产后乳防肿块等 咳嗽气喘是现在最常见的病症 毫无疑问这样会伤肺气 导致肺气虚 患了咳嗽气喘的人 对甘草片都不陌生 甘草在止咳的同时 最主要的一项功效就是补肺气 在止咳频喘的同时 补肺气也是重中之重 关于补气说了这么多 并不代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吃点补药 健康的人如果依赖补气的药 来强健身体 会打乱体内的阴阳平衡 反而对健康不利 所以说只有会补正确的补 才能补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